一向花花公子的哥哥带了个女朋友来家宴 家宴上 那姑娘明朝暗讽我是服美意的招妖名媛 还说正经女孩都不要彩礼 我一愣 这怎么和我昨晚梦见的场景一模一样 梦里 我是空有才华的富家女 被直播剑表后网爆致死 而罪魁祸首 现如今正坐在我面前 大言不惭地讲着女子当以福为首 我冷笑 亲手撕碎她虚伪的面孔 展示在全网面前 这次该轮到她常常舆论的威力了 警号x警号x警号第一章 第一次见到龙青青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温文尔雅的富家千金 她一身高定从头到脚的奢靡 笑着和爸妈搭话 爸妈敷衍的硬喝两声 于是她便转头看向了我 姐姐打扮得好生漂亮 那一手的长指甲恐怕不便宜吧 我皱眉 对她没有礼貌的打量很是不满 但碍于她是哥哥带来见家长的 出于礼貌说了声谢谢 没想到她却顺竿爬话音一转 现在的女人都爱服美意 姐姐不会也跟那群俗人一样 喜欢这些劳神费心空有其表的东西吧 她自顾自的继续说下去 我说话比较直 姐姐莫要介意 我只是觉得姐姐这么长的指甲 日常生活一定很暗示 急费钱又招摇 我只在那些贾民员身上看见过 我一脸问号 转头去看爸妈 却见他们脸色怪异 和容青青一样上下打量着我 入下的夜仍旧燥热 我穿着比较清凉 但不该露的都过得严严实实 明明是在正常不过的打扮 他们却看得我浑身不自然 爸爸倾可两声 小只啊 女孩子要自尊自爱 不要被有心人占了便宜去 我滴滴应试 一股委屈的情绪涌上心头 分明在以前 爸爸只会举起拳头 而狠狠道 谁要是敢欺负我的宝贝之之 爸爸第一个不放过她 容青青似乎很擅长社交 三言两语便把话题引到结婚上了 她笑得灿烂 我支持取消彩礼 女孩子就应该独立自主 婚后万事以福为首 才能操持好整个家 饭桌上没人接话 我却注意到爸妈偷偷对视一眼 满意地点点头 就连一向对女人嗤之以鼻的哥哥 此刻都像是被迷了神志般 嗤嗤望向容青青 原本为我保送华青 而举办的家庭庆祝宴上 容青青成了主角 饭后 服务员奉上镜手礼 容青青却大口喝了起来 用擦拭水字的毛巾轻擦嘴角 她举止优雅 看待了在场所有人 一直保持沉默的哥哥此时出声 茶呢 要不是青青善解人意 替你们解围 我早投诉你们了 服务员连连鞠躬道歉 微微地奉上茶 并为容青青完成镜手仪式 意识到出球的容青青尴尬笑笑 大度地表示了谅解 两人在餐桌上恍若无人的暧昧 我尴尬地脚趾抓地 准备和爸妈一起偷偷溜走时 容青青出声叫住了我 她笑容腼腆 一脸真诚 姐姐 要不我给你介绍对象吧 我认识个不错的师哥 做自媒体的 特别有天赋 长得也帅 和姐姐你特别般配 而且 姐姐交往男朋友了 以后也能给子乔减轻点负担 毕竟家业以后要靠子乔撑着 我也是体谅她的不容易 我身形一致 她这时还未过门 就定夺起我家财产的继承权了 我们家是靠旅游业和连锁酒店发家的 不算太富有 但流动产小几个亿 还是能随时拿出来的 我虽无意继承家产 但她一个外人 对我们的家是指手画脚 我就不免一点脾气了 当下便是不客气地回对 不劳你费心 我们家家大业大 最后归谁还得由爸妈并夺 说完 我一脸得意的望向爸妈 这次他们总得向着我吧 毕竟我们家从不搞重男轻女那一套 甚至爸妈对我比对哥哥还好 他们倾注 在我身上的爱给了我足够的自信 可以在这一刻说出这句话 我看着爸妈笑容微僵 他们没有说话 便是表态 不知怎的 心口好像被一块锯石堵住 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 容轻轻被我这么一回对 当即红了眼眶 身子无骨般软绵绵 倒在哥哥宋子乔的身上 被女朋友这么一击 哥哥灯石脑了 语气急冲 宋玉芝给你脸了 就凭你一个女人也想跟我争家产 只要我活着一天 家里的没分钱都跟你没半毛钱关系 滚 你站在这吵到女朋友了 这场庆祝宴就这么不欢而散 我来不及伤心 微凉夜风吹过 我的背脊却冒出层层冷汗 熟悉的场景 与我昨天梦到过的一模一样 哥哥竟真的带回来的对象 并且还为了女朋友和我大吵一架 而梦中接下来的场景 就是那个容青青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相亲对象是个直播剑表达人 那一场相亲戏 我是主角 最终我因为反对取消彩礼 被全网群吵我是个没人要的高织女 贾明媛真帮款 爸妈想我丢人一指解除血亲关系 哥哥接手家业逼得我找不到工作 最后死在流言蜚语里 冷汗逼近了眼睛 我才后知后觉感受到心疼 如果那个梦是真的 光是假设都让人感到窒息 所以我绝不会让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 而当我着手调查 竟发现了有趣的事情 原来宋子乔的女朋友 根本不是什么富家千金 而是被我家资助的贫困生 经过多番打听才知道 他们俩相识于答谢宴上 不巧 落魄少女被富家公子一见钟情的戏码 在他们俩身上完美演绎 看惯了华丽蝴蝶的公子哥偶尔换换口味 却被清纯小白花死死拿捏 说的就是宋子乔了 不仅如此 当我在往深处查时 还发现了许多精彩刺激的故事 本想一一展现给我为爱痴狂的哥哥看似 一通电话打来 妈妈说 清清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为人正直 颇有风度 和我一样是个高知男性 我问了相亲地址 决定亲自去挥挥这个未来回我名声的恶臭男 走进咖啡厅 我一眼便注意到打扮引人注目的男人 梳着油头 穿着精致西装的成功男士 在众多人群中脱颖而出 我叹了口气 容清清介绍的货色 果然和他本人一样 不堪入目 我假装路过 实则暗中观察 梦中就是这个场景 我被直播上传到互联网 从而遭受网爆 我原以为对方会藏个手机 没想到是在头发里藏了个微型摄像头 正对着对面 刚好能将我的脸完美拍入镜头 如此恶心的手段 当真是下座 我必好好会会他 我从容落座 好戏开始 相亲对象叫做赵明 要论关系 顶多是个同校大我姐姐的诗歌 他却不知哪来的自信 我一坐下 就对我上下打量 嘴里嘖嘖声不断 我凝着眉 颇为闲雾 对方打量完我 做起自我介绍 我是赵明 身份是互联网达人 全网加起来 粉丝大概有三百万 月收入随随便便十几万吧 你呢 说完 他一手微微摘下一点墨镜 头上的摄像头正对着我胸脯 我在心里很很远了一下 面上不显得跟他友好交流 我妈 宋氏集团千金 每个月零花钱 大概比你工资还多一点 最近刚保送华清 但又准备出国留学 这次相亲 只是为了应付爸妈 走个过场 我话音一落 赵明就露出一副 果然如此的嫌恶表情 我毫不在意 对方难看的脸色 举起手机 看直播间里 刷得飞起的弹幕 很快便被一条高赞评论 吸引了目光 匿名网友是这样说的 千金就这素质 我看纯纯就一恶 抽下头女 上来就人身攻击 不尊重人 书赌狗肚子里去了吧 底下网友纷纷点赞 加仪表示支持赞同 我生了乐子 对弹幕满屏的辱骂 事儿不见 只有我表现得让人讨厌 全网对我群起功之时 就是我反击报复 渣男贱女之日 赵明似乎也很钟爱彩礼问题 上来就揪着我问 如何看待高昂彩礼一事 我喝口咖啡 就是论事 婚姻本就是场不公平的枷锁 所谓彩礼 倒不如说是精神损失费 赵明挑眉 戴着半张脸大的墨镜 都遮掩不住他得意的嘴脸 这么说你是提倡高价彩礼了 那请问你有考虑到 当代男性立足社会 打拼事业的艰辛酸楚吗 结婚生子是两性的职责 女人却以此作要挟所要彩礼 为此不知道压垮了 多少本应成功的事业男性 面对处处是坑的问题 我堂而皇之的大声笑了起来 那你的意思是 不结婚男人就不需要上班工作了吗 男人工作辛苦你看得透彻 女人生子时的生死一线天 你却视而不见 要不怎么说还得是你双标哥呢 赵明背对得一时哑口无言 气得脸都黑了 当即一拍桌子 直指我鼻子叫骂 亏我还看待师妹的面子上 特意来和你相亲 没想到你不仅行为高调 言语粗俗 竟也是个被世俗污染的名媛 你真应该多和清清学学 女人就该相夫教子 竟还想着和家中嫡子争家产 当真是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粗鄙不堪 我被这话差点惊掉下巴 不敢想这上21世界的人 能说出来的话 还嫡子 真就一个嫡嫡道道 敌敌道道敌道敌道敌呗 还不得我继续对他 赵明甩甩西装衣白走了 我看着他身后掉出来的 没摘下的吊牌 好心提醒道 你衣服吊牌忘摘了 记得取下 别被人误会成退款的白嫖哥了 赵明脚步踉跄 估计是心虚 头也没回 飞快走了 我则继续低头刷着直播间 走出去的赵明开始露面直播 在直播间中 表现了一副正义使者的模样 欢迎大家来到剑表直播间 我是主持人赵明 俨然一副资本嘴脸 可恶至极 给主播点点关注 下期主播再跟大家直播打脸明远表 撕碎明远丑陋真面目 直播关闭了 热度却一点没降 看过直播的人纷纷开展话题 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 细致到连我卷曲的头发丝 都要被人拿来说是虚荣造作 刚刚赵明在直播间放出预告 说要狠狠打脸我这个假明远 我倒要看看 他要怎么搞我 出于好奇 我将赵明调查了个底朝天 原来对我开展直播剑表的提议 是荣青青一手促成的 赵明初见荣青青时 正巧碰见对方为流浪猫喂食 不仅如此 本就贫困的他 甚至不惜大价钱 为受伤小狗治病 就这样 他暖心的举动融化了赵明的一颗心 可事实是 那是荣青青为了引起我哥的注意 特意做下了一场局 他提前打断小狗的腿 并将其困住 指代我哥经过之时 他在出手援救 展露自己温柔热心的一面 很显然 他做得很成功 在之后 赵明对他表达好感 荣青青则是一直不拒绝 也不答应 对方也心甘情愿被调了三年 直到荣青青最近向他倾诉 他男朋友的妹妹一心霸占家产 还害他不被未来公婆待见 一心爱慕的女神 被虚荣女害得买醉诉苦 作为舔狗的赵明 当然要为心上人出气 恰巧不巧 荣青青提到了 他最近大热的直播IP 直播剑表 撕碎面具直击人心 女神肯定 女神伤心 为女神出气 他看不到的是 醉酒装晕后 那人嘴角势在必得的微笑 我漫不经心翻阅着黑来的资料 思考着如何应对 赵明和荣青青接下来的阴招 毕竟在梦里 我此刻早已被流言击垮 爸妈痛斥养出我 这么个丢人现眼的玩意 公开在社交平台表示 我从此跟他们再无关系 我从回忆中抽离 被人一把揽过腰 陆征脑袋埋我肩上 不悦地推开电脑文件 霸道地将我按导锁稳 他是我的黑客男友 没有他 这些证据仍有我 怎么都不可能收集到 陆征是天才 生下来就是吃黑客这碗饭的 为此他创建了一个联盟 正好能为我翻盘提供帮助 他哪哪都好 就是黏人又霸道 知道我心里想着什么 便急不可耐找我讨要报酬 我被吻了一夜 最后实在受不了 顶状昏沉睡下了 再醒来 我已经火爆全网 我的脸被打上不明马赛克 火红标题上 明晃晃的几个大字 成了我的标签 今 某高知女人后 竟是个宣扬高价彩礼的老女 直播视频被有心人胡乱剪辑 我呈了上来 就嘲笑男方工资低 炫耀家境的名媛 我被全网热潮 笑死 以为投了个好胎 就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 我就算把彩礼全部换成硬币 拿去打水漂了 也绝不会给这种女的花一分钱 我前女友就是这样的人 五年恋爱 最后因为三万八的彩礼 和我分手了 前面的兄弟别伤心 三万八就让你看清 一个女人的真面目不亏 恋爱市场竞争实在是太强了 我爸买给未来而喜的彩礼 我都开了三年了 我连对象的影都没摸着 配图是一张劳斯莱斯旁边的武林红光 评论区男性分开激昂 纷纷叫苦不迭 劳斯莱斯都开上了 还找不着对象 你让我这种攀翘营我要挨郡 女人想不想谈一个又愁又穷的对象 发疯版 虽然我的脸被打了马 但广大万能的网友 还是将我扒了个底朝天 他们涌入我们的酒店评论区 疯狂打在我手机上 我一个没接 哥哥也来冷嘲热讽 宋玉芝 报应来的还爽吗 让你跟我争家产 也不看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从此以后就老老实实 当你的下水到老鼠吧 爸妈的产业我会接管好的 我懒得理他 直接将他拉进黑名单 仍有宋子乔在手机对面 对着红色感叹号无能狂怒 爸妈公司受影响 我是没想到的 果然 陆正那边很快来了消息 这波涌入平台 无脑给酒店抹黑差评的用户 全都来自一个闻所未闻的国外IP 而荣青青的账号 最近刚好有比大额的外境支出 她一个连上大学 都要靠我家自助的贫困 生哪来那么多钱 自然是宋子乔那个 为爱上头的傻子送的 蠢的是宋子乔转账刷的 还是爸妈的付卡 用着爹妈的钱 干着损家财的缺的事 我气笑了 直接将证据甩在家族群里 爸妈闯荡社会多年 哪能看不出 荣青青龙龙龙的小心思 当即在群里放出狠话说 绝不允许这样恶毒的女人进家门 荣青青栽赃献害我 本意是将我赶出宋家 没想到最后流落街头的 成了自己 明白了罪魁祸首是谁 爸妈也无心在怪罪我 反而出钱为我公关 就在我渐渐淡出大家事业时 赵明又搞事了 她给我发来消息说 不知道怎么那天相亲的事 就被传到网上 对我的名誉造成了损害 不过她已经出钱 为我解决了不好的言论 还想再当面向我道歉 弥补自己心中的缺憾 我简直气笑了 这人倒是挺会霸占功劳 我想起她在直播间放出的狠话 心想这是搞出新的阴招了 无所谓 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赵明曰见面的地点 是一家有名的餐厅 包间里除了我和赵明 还有许久未见的宋子乔 和荣青青两人 自从上次荣青青自作聪明 给公司填乱之后 两人便就此分裂了 如今看来 为了彻底搞垮我 两人竟又破镜重圆 上演一出戏 我从容落作 容青青立刻装作一副柔弱模样 红着眼眶端起酒杯 芝芝姐 上次的是都怪我 是我太为子乔着想忽略了你的感受 我自罚三杯 不求芝芝姐原谅 只希望能让芝芝姐消消气 我端坐着 眼神居高临下 看着她柔柔弱弱喝下三杯酒 最后摇摇晃晃 差点跌倒在宋子乔怀里 宋子乔每人在怀 心疼得不行 她和容青青对视一眼 竟舍得拉下脸 和我道歉 三人皆是自罚三杯 我这个做妹妹的 理应顺着台阶回敬一杯酒 可我迟迟没有动静 看着对面两人干着急 容青青耐不住又开始作妖 她和我套近乎 主动聊起最近 青青姐不会是怪罪我 现在才来找你赔罪吧 本来上次在酒店看见青青姐 我就想上去打招呼来着 可毕竟是在酒店 夜又深了 我怕打扰到你 这才 容青青话里有话 是个人都听得出来 一旁的照明有些坐不住了 我端起杯酒从容不迫地喝下 看见二人微微色变的模样 嘴角止不住得意的笑 蠢货们 重计的是你们 果然 见我喝下了酒 宋子乔仿佛被打了什么定心针 拿出一贯的大男子主义 宋玉芝你什么时候谈的男朋友 爸妈知道吗 我理解你年龄到了 该谈恋爱了 但外面那些没名没姓的男人 你总不能太任性 随随便便就跟人跑酒店去 我扶着额头 一副要晕不晕的样子 见目的达成 宋子乔和容青青借口要溜 照明当时坐不住了 猛地叫门一锁 你这是在做什么 宋子乔一惊 心想剧本里没有这套啊 照明没管震惊的二人 反手从桌子底下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证据 从最初摄像头 拍下容青青恶意扭断小狗后腿 再到容青青在网上购买 大批水军抹黑我和公司 更有甚者细致到 容青青自上大学以来 拢共330次的开放记录 一整个饭局 照明听着这两人一唱一和 将我定在当副的耻辱柱上 他们比谁都清楚 直播早就开了 却还是说出那些话引导舆论 照明终于明白 自己这是被利用了 不仅如此 还差点害了一个无辜女人 遭受网爆 气不过的她 又将一打照片 甩在二人脸上 是容青青调着她的三年 来和别的男人 亲亲我搂搂搂的照片 宋子乔震惊无比地 翻阅着这些证据 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窝瓜 容青青双腿发软 猝不及防的反转 无疑在她的意料之外 明明今天谈好了 哄骗我喝下听话水 再将我不知廉耻 勾引照明的举动 全程直播 从此让我名声尽毁 再无翻身的余地 明明完美无缺的计划 怎会出现漏洞 但眼下不是纠结计划失败的时候 因为哪怕迟钝如宋子乔 也反应过来自己被人利用了 自己竟然对一个拉皮条的女人 付出了真心 容青青眼泪说掉就掉 受尽天大委屈般哭诉 不是 这不是真的 这都是乱屁的 你不能信子乔 宋子乔拿着其中一张照片 气得浑身发抖 声音里的怒意几乎遏止不住 屁的 谁会屁你和你亲哥的床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买水军的烂事 都是找你亲哥干的 你以为我没查过你吗 什么亲哥 我看是你绑了 不知道多久的大款 我脑袋埋在桌洞里 忍不住笑出了声 没想到宋子乔 明知有绿帽 还反其道而行 当真是用情之深 早在接到赵明发来 道歉邀请的时候 我就主动提出 要和他提前见一面了 之前陆征在网上查到的消息 我一一把印成册 厚厚一本 拿给赵明看时 他的脸色从怀疑不屑 再到震惊无比 整整一册钓鱼名单里 他只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不仅如此 就连容青青朋友圈 多年以来打造的 富有爱做慈善的形象 也全都是假的 监控视频里 容青青面容猙獰 对待弱小动物 残忍的折断手脚 只为打造一个爱宠人设 人前人后的巨大反差 恶毒心思昭然若揭 看着赵明难看到极点的脸色 我在天上最后一笔 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找上你吗 因为他新的钓鱼对象 是我哥 宋氏集团继承人 然而我哥是个废的 为了确保拿到宋家财产 他特意找到你 告诉你我如何恶毒 如何苛责刁难他 暗示你利用互联网对我下手 然后就有了相亲缓解 不是吗 赵明沉默了 我猜得完全正确 发现心上女神丑陋的真面目 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砰 赵明猛然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咬牙切齿道 想不到 竟然有如此会为伪装的小人 他不仁 那我也不易 想必你也猜 到了明天宴会的真实目的 他们是夏季 要你喝下听话水 把你不知廉耻 勾引男人的一幕直播网上 彻底搞臭你的名声 你哥在趁此 把你赶出宋家 财产自然就是他的了 该死 好阴险的计谋 我闭着眼 深呼吸平复心情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在听到我的清歌 谋话算计我的时候 还是不免有些心痛 小时候说 要保护我的奥特曼 长大以后 全都变成了怪兽 你个下贱的女人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手脚不干净 就别乱出谋话策 这下好了 害我常笑话 宋子乔恼羞成怒 他手机一直开着直播 观看着网友对我的谩骂 通关直播镜头的各位网友 自然也看到了那些 炸裂的潦草记录 以及密密麻麻的酒店消费账单 无数嘲笑声 如潮水般涌来 人人都笑 宋子乔绿帽王者的名号 实至名归 短短几分钟 直播间吃瓜群众 迅速整理好整个瓜的前一后果 发布在网络上 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从最初的相亲直播间表 我这个假名媛 真榜款的宋氏千金被群抄 再到绿帽王者为夺家产 不惜与心机绿茶结合 陷害谋逆自家亲妹 火眼金睛的网友 很快理清思路 不再当沉默的坎坷 纷纷对两心思恶毒的菜花夫妇 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 陆征和他手下的盟友 一起伪装网友 将电子版瓜田无私分享 容青青经营的某印账号被扒出 评论区和前金主的暧昧聊天记录 被网友拿来玩梗 宋子乔暴跳如雷 将事先安装在暗处的直播手机 扔在地上 碎成一片一片 一旁下傻了的容青青手机 也被从前各个金主打爆 无疑全是质疑和谩骂 毕竟谁会想要一个 人尽可福的女人呢 赵明对着无耻的二人气急了 手指宋子乔 容青青二人就展开攻击 容青青你家几代 都是盛产碧罗春的吗 这么查 这么会演戏 不去学表演 跑来破坏别人家庭 真是光屁股拉末 转着圈的丢人 还有你宋子乔 没本事 还学人家纸醉金迷 真觉得自己家里挂葫芦 把自己当爷了 你俩渣男剑女天生一对 谁也别恶心水了 锁死吧 利用人利用到老子头上 算你们踩到钢筋混凝土了 赵明骂得起劲的同时 藏在她衣领上的隐藏摄像筒内 直播弹幕也是刷得飞起 关注老赵 带你吃瓜 这波反转看得是真爽啊 上次直播我就觉得 这小姐姐够无辜的 还好打脸来得及时 不然又有无辜的人要伤心了 容青青就一心鸡女 那个宋子乔也不是啥好东西 俩都属于玩的贼花那一类型 菜花夫妇实至名归 我家怎么没拿这女的脸皮 做防弹衣呢 还没过门 就打起男方主意 害得人家鸡犬不宁 真是属眉蜂窝的 新颜子一茬接一茬 这对夫妻请你们继续保持生物多样性 从小锦衣玉时 没被人大声说过话的宋子乔 哪能忍受骂骂 当即就挥起拳头朝赵明砸去 可泡妞多年 宋子乔身体早就空虚掉了 赵明反手将他掀翻在地 摁着宋子乔一张虚伪恶出的脸打 直播间也很快被封闭 看着地上扭打在一起的二人 我不急不缓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们四人一同进了警察局 唯一诽谤和侵害肖像权和名誉的罪名 举报了三人 包括赵明 他虽然被利用 但此前他用同样刻薄的手段 害得其他女性遭受网报一事 可不见得无辜 人证物证据在 罪名成立 我哥因为PC和剧众斗殴一起被判入狱三年 容青青则因为卖外和损害他人名誉罪 被判入狱五年 赵明因为侵害他人肖像权被判一年 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网络上吃瓜网友的热情很快散去 热度渐渐淡下去 消失在大众视野 有趣的是 原本一心捧着宋子乔上位的爸妈 此次事件竟然丝毫没有出手的迹象 原本只要他们出点钱 把宋子乔捞出来不成问题 他们没动静 我自然也不会蠢刀放那个祸害出来 我在去监狱见我哥时 他捧头垢面 胡子拉叉 丝毫不见当年榴莲花丛的公子哥模样 见到我时 情绪抖然激动 手上戴着的镣铐抖得哗哗作响 他双眼星红目瞪着我 爸妈呢 你把他们带到哪去了 你故意把我入狱的消息瞒着他们 是不是 我给他们发去的信息 全都被你结糊了是吗 说话呀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告诉你 就算我坐牢 出狱之后继承产业的也只会是我 你一个女人没资格和我争 我风轻云淡的看着她 明明只隔着一扇玻璃 但因为人心四海 亲兄妹也反目成仇 你知道吗 从一开始爸妈就定你为继承人 留给我都只有车房等一些不动产 我也从没想过要和你争什么家产 可是你自己偏偏做死不求上进 还一心想着扳倒我这个妹妹 好确保自己的继承权 是你的自私让你落到这个地步 跟我跟爸妈跟谁都没有任何关系 宋子乔瞳孔一震 他从未想过爸妈会将继承权交给他 毕竟从小到大 他从不如我 此刻他终于犹如斗圣的攻击 高傲的昂起头颅 看向我的眼神略带嘲讽 可我接下来的话却彻底打碎他的幻想 你发给爸妈的消息 他们全都收到了 我没做任何手脚 还不明白吗 你太让爸妈失望了 现在你成了妻子 至于产业 爸妈已经你订好了遗书 我是唯一继承人 不过你放心 你是我哥 你出狱后 我每个月会给你打一万块钱做生活费 保证你不饿死 仅此而已 再见 此后我顺利接手家业 兼顾学业的同时还照顾的公司生意 我趁着此前网络风波追赶了一波流量 吸引了大量顾客 公司生意扶摇直上 爸妈对我的表现很是满意 连连感叹生了个好女儿 还说家业放我手里才放心 对我那个废财哥哥更是闭口不谈 三年后我哥出狱了 第一时间就是去找了爸妈 确认我当年说的是否属实 得到了确切结果 宋子乔心如死灰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被抛弃了 三年过去 我已经牢牢掌握公司命脉 得到了大部分股权 而他一无所有 再过两年 容青青也出狱了 迎接他的 不仅有宋子乔 还有此前勾搭过的钱金主 钱钱金主 因为当年容青青被抱劈腿多人时 酒店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 金主们各个都是有家业 有老婆的人 直播片段风靡全网 自然也就传到了他们老婆的耳朵 不知道受了怎样的惩罚 五年过去 还能守着容青青出狱 不过他的未来如何与我无关 当年的梦境 我已忘得差不多了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独自吞下委屈 也感谢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陆征 种下业的晚风气人心疲 陆征从背后揽过我 贴着我的耳朵吐息 起风了 回屋吧 老婆